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具体的算法的学习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分类算法 那么还是一样,首先还是一样来回忆一下 分类算法的判别依据是什么 你的目标值是离散型的,对吧 这个我残教了很多遍,必须得把这个记住 那么我们讲算法就从最简单的讲起,对吧 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什么呢 KG0算法,这个是最简单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KG0算法呢 先来举个例子 比方说现在我们这里有一张地图 那么这个地图上面呢有这几个人 好,那么这几个人认识吗 不认识 这些课本上,对吧,经常出现的人物 那么比方说这现在呢每个人,对吧 在这个每个人呢他自己都有一个所在的区 都有所在区 比如说这个人,对吧 这个在石井商区 那么这个呢在这个朝阳区 然后这个在产品区,这个随便举个例子 那么每个人都在一个区,对吧 好,现在呢,假如说我现在来了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呢叫老王 那么这个老王呢 我现在随机给他放一个位置啊 随机给他放一个位置 那么放到了这里啊,比如说放到这里 那么这个老王比较笨啊 他不知道自己所在区是哪一个区,对吧 他不知道哪个区 但是呢他又有手机,又有微信,对吧 那有微信了之后呢 他叫这个几个人,他有这几个人,对吧 拉了一个群里 然后都说你们几个人 既然我自己不知道在哪个区,对吧 你们几个人呢 发一下跟我的距离 然后你呢,这个定位,对吧 然后你的这个所在的区告诉我 也就是说五个人 哎,他的位置 然后五个人的区都告诉了老王 那么老王就可以去获得了这些数据之后 他干嘛 哎,他就可以去找到自己所在区 怎么找的呢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每个人 到老王的 是不是有一个距离吧 是不是有一个距离 哎,我可以定位 然后找出这个距离吧 哎,是可以的 那么 既然我现在老王不知道 哎,他就现在想出这样的方法 那么他这个方法 然后就会去总结 哎,那既然我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区 是哪个区,对吧 那我可以找到什么 最近的这个人 哎,假如说这个小明离老王最近 那么老王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哎,那小明在什么区呢 朝阳区 那我在哪个区 我也在朝阳区 那你也知道这个过程吗 那也就是说 哎,老王可以通过这些条件 或者这些特征 去找到自己的目标值 就是他所在的区 就是朝阳区 那么这个啊 就是K净铃算法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 啊,这就是他一个重要思想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去详细的去看 这个K净铃到底怎么去做的 对吧 首先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结论 他是通过什么 你的邻居来判断你的类型吧 是通过你的邻居啊 哪个离你最近 是不是哪个的类型 是不是就是你的类型 哎,这就是哈利算法的核心思想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类子 具体的去计算 对吧 比方说这里给了这几个电影 去 当然我们这数据啊 举例子数据不会给那么多 数据一多是不是更准确些了 好,那假如说现在给了七部电影 对吧 1,2,3,4,5,6,7 其中呢有一部未知电影 这个我不关注他 对吧 我们关注的是上面的六部电影 上面六部电影呢 看一下电影名称 然后打斗镜头和接吻镜头 那么这两个东西啊 是他的什么特征吗 电影名称我不算啊 电影名称是不是不影响你的这个电影类型吗 一般的不影响对吧 好 那我们的电影类型 这个类型我们可以看作什么 目标值吧 那目标值就是说 我是一个爱情片 还是一个动作片 那这里面就是说 根据你的特征来决定你的电影类型吗 好 那么现在我有了一个未知的电影 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呢 名称也不知道 他只收集了什么 收集了打斗镜头和接吻镜头 那现在我提个问题 你根据这个两个特征是不是要求出他或者预测这个电影的类型吗 那如果先说现在对吧 我们不看一些这个算了 我们只看这个特征 你能不能得出结论 他应该是一个什么 爱情片 你是不是根据什么 根据打斗镜头比较少 接吻镜头比较多 才得出这是一个爱情片吗 那所以 所以我们人能从这些特征当中择出这些结论 那算法呢 也是可以 那我们可以进行算法就是比较最近 那其实目的是说 我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电影跟哪个电影距离最近 是不是就可以得出我是哪个类别的 是不是这样 那我们接着来看 比方说我们现在的 不去讲这个距离怎么计算 我们先来讲 这个结果就是我们求的与未知电影之间的距离 我们先不关注这距离怎么求 这就是未知电影的距离结果 好 比方说是这几个 我们对应的六个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与第一个 这个与第二与第三个 一直与前面六个 距离怎么算出来的 哎算出这样的一个值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值来换断 哪个距离最近 哪个距离最近啊 18.7这个最近吧 那也就是说18.7是什么类型 爱情边 那所以我们给这个问号下的结果是什么 哎 那他跟你或者说这个算法跟你考虑的角度是不是不一样了 你考虑角度说一看啊就知道这个多一点 那应该就是一个爱情边 但是他有没有说这样去总结啊 没有 那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距离怎么去算吧 哎 这个距离如何去求 对吧 如何求距离 这就是我们啊 最重要的 就K近零最重要 那接下来我们首先介绍一下 那这个K近零 K近零算法呢 它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样本在我们的特征空间当中啊 这个特征空间其实就指了你这些特征 K个最近相似的既特征空间当中 最近零的几个样本当中 大多数属于某个类别 则该样本属于这个类别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算法呢 是由最早的是由cover and hard 对吧 cover和hard提出来了 这个呢 应该是非常非常早的 应该是在196年年的时候 就已经提出了这个算法 因为它比较简单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算法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K个最近相似 那我们刚才一直找的是什么 是不是就一个吧 一个最相似 那如果说我现在跟你说对吧 我现在求出的距离是这么多 我现在要找出最近相似的三个 是不是就前面这三个 最近的三个吧 这是第一个最近的 第二个最近的 第三个最近的吧 前面最近的三个 这它的定义是判断这三个 三个里面 是不是都是爱情片 哪个占大多数啊 是不是爱情片占大多数啊 说占大多数的类别 就是你这个问号电影的类别 好 那现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如何去求这个距离呢 可以进行算法里面 用到的这个距离 这里面这个距离公式是必须得掌握的啊 这是重点 那这个距离公式昨天我们已经提到一点吧 距离公式叫做什么呢 叫做欧式距离 它可以通过比较两个电影之间的距离求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它怎么求 先看一下怎么求的啊 看一下 这里面假如说你现在有两个样本 每个样本有三个特征 那它们两个样本之间的距离怎么求呢 看一下 A-B 是不是某个特征三减吧 平方 注意了 平方加上A2-B2的平方 加上A3-B3的平方 然后再把最后的结果干嘛 开个根号 那这个东西 你只要把这个公式记住就行了 你没必要说 我自己去把这个算一遍 对吧 这个是没必要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这个问号电影 我们这个根号直接写出来啊 根号 根号 里面假如说我们求是问号跟California之间的距离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求的 是不是 18减几 3 然后平方 这平方 加上多少 90减104 是吧 90减104的平方 那我们看一下 他这样去比较通过这个距离公式计算的一个思想是什么 如果说你不想让这个距离增大 是不是就不想让这里面球的核最大吧 那我们想不想让这个核大 是不是就每相减的时候这两个最近是不是就结果最小 如果说这个结果是吧 你这个打斗镜头200那200减3是不是的平方是不是非常大 如果说这两个非常相近这两个电影非常相近 他的打斗镜头应该是差不多的吧 或者非常相近了 那这个距离就我们求出来了20.5吧 你只要把这个开根号求这个距离就能求出来 等于20.5 好 那他与其他电影距离就是根据这个东西去算 是不是 18减2的平方加上90减100的平方吧 对吧 然后18减1的平方加上90减81的平方 然后看看 你会发现是不是这个距离最小啊 2和100的距离最小 如果说你这样去看 用这个与这个相近 那你看一下 是不是第一个特征也相当比较大吧 第二个特征也相当比较大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不是也很大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K净林他去求这个距离的思想 其实就是这么 我们抛开这个欧式距离 其实就是比较样本之间的一些特征远近嘛 相似的样本或者相同类别的样本 他的特征应该是不是相近了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也要说相似的样本 相似的样本 那么特征之间的一些值或者说一些类别 对吧 特征之间的值应该都是相近的 对吧 所以说不相近的是不是就距离越来越远 那你的类别是不是就不一样 所以这就是K净林算法的一个重要思想 那么这里面要需要大家掌握呢 就是这个欧式距离啊 你只要把这个公式记录就是什么 怎么去求出这个距离就行了 你不用自己手算对吧 手算18.3的15的平方点多 加上这个东西 你没必要去把这个算出来 能理解吧 好 那么这就是K净林算法的最重要的一个思想 通过距离公式求出最近的这样一个距离 那么K净林其实就结束了 这就是他核心的思想 所以我们说这个算法是最简单的一种算法 你能理解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先和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约会对象数据来举例子 在计算两个样本距离特征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处理 需要对数据做什么 是不是标准化啊 对吧 标准化目的是为了什么 繁殖某一个特征 对他的值对你最后的结果遭到影响吧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为了繁殖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值都是900 都是9000 然后这里是104 对吧 那最后的这个结果是不是都跟他相近了 那所以只要这个里面大 是不是就是影响你的这个距离吧 所以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 我们要干嘛 做标准化处理 所以我们要记住了 K净林算法需不需要做标准化 哎 K净林算法是需要做标准化处理的啊 这是你要记住的需要做我们等一下呢会运行的时候没有做标准化和做标准化会进行对比 处理好那有时候我们前提还得做一个标准化处理好那么这就是我们的K净林对吧非常简单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个K净林算法的A API 在实现这个算法的时候是不是有他自己实现的一个步骤啊对吧他比如说使用了凹刹数啊使用的这个什么列表啊对立啊是不是链表链表对立啊去实现是不是都可以啊 只是这里面东西是不是你不用管了啊哎他已经给你去实现这个算法如果说叫你自己去写这样的一个算法能不能写其实也非常简单吧 有些API Math函数里面的一些API是不是也可以调用只要把特征之间一减开个平方是不是再求根号就行了是你自己也可以写一个吧 但是你写的这个算法能有他好吗 肯定没有 因为他这里面都是一些对吧 有一些高级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去优化过的 对吧 那我们先不管这个东西啊我们先看第一个参数 universe也就是说我在去写这个k近零算法的时候是不是有个参数是最近的几个距离啊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最近的几个距离这个k值取值会不会对你的结果造成影响 我们先来简单的分析一下k值取值好 如果说我现在要求是求最近的一个邻居那这个问号电影是不是就这个最近是不是他类型什么爱情片 那就爱情片好假如说现在对吧一个现在我要求是三个最近的那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就这三个啊 是不是就这三个啊哎他的大多数是什么百分之百爱情片那所以我们这地方也是爱情片吧好 现在我再来五个好我们来看一下五个的话最近呢这里有三个然后再加两个这个吧 那我们看是不是比例下降了吧哎三分之哦对吧三五分之三对吧五分之三好 那如果说我最近的是六个看一下这里面哪个战斗比例多六个的话是不是这里面三个这里三个这里三个是不是一共六个我们总共一个六元吧 所以现在你的战斗比例是多少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五十吧那你说这个我怎么去判断是不是就没办法判断它是按大多数比例的吧 所以k值的取值会不会影响你最终的结果肯定是会的 所以后面我们再分析这个k值取值的问题 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k近平呢来做这样一个例子啊 那我们要做这个例子呢就这样一个例子k近平算法实力预测入住位置 那么这个例子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案例是做什么东西啊 他这个数据呢我们直接也在这个网站上一打开了 那么他是干什么呢 先看一下概述 比如说Facebook呢他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干什么呢 预测啊预测一个人要登记的地方啊预测一个人要登记 所以你目标值是什么啊 是不是就是说哎这个人提供了一些数据之后 是不是你要预测他在哪个地方登记吧 好那我们看一下登记什么呢 其实就是什么他造了这样的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啊不太真实对吧 他是自己造了这样的一个事件数据 那由十平方公里组成的这样一个十万个地方组成 那给了一组坐标 任务是返回最有可能的排名列表 好那我们看这什么意思呢 他给了比方说啊 这个就是那个十平方公里的位置 就相当于是你在这个地图当中宽出了十平方公里 那你理解吧 那也说他这里面干嘛呢 每个人是不是有一个自己所在的位置啊 假如说啊我们这标记一个点 我们不看里面的点啊 我们自己标记一些点好这个人在这里对吧 在这里那我可以获取他一些坐标 他是不是有定位吧 比如说在APP上使用的时候他有自己的定位 然后他有坐标 然后呢他有一些定位的准确性都可以获取 然后我要根据这个人呢 给他推荐干嘛推荐一下这附近有哪个地方需要去签到啊 或者我们把它理解成酒店入住可以吧 哎他要入住哪个酒店是不是我可以给他推荐一些酒店吗 那推荐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根据他与这些录制的位置去进行距离比较 然后比较距离然后去推荐一个地方去入住啊 这是不是我们的目的啊 是我们的目的啊 哎也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要推荐这个人对吧 或者说预测这个人在哪个地方签到啊 在哪个地方入住 或者说这样去理解 那他提供给我们的数据的特征值是什么呢 有这些 有train.csv test 是不是有序列连测试都提供我们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Raw ID是什么呢 登记事件的ID 也就是说发生了多少次这样的事件 这个东西要不要我们管 有没有影响 就是说第一次哎这个人住了 第二次这个人住了 第三次这个人住了 是不是没有关系吧 是吧 跟我们入住位置没关系 好 接下来的xy 也就是说这个数据当中提供了一个xy 那xy坐标有没有影响 会有吗 也就是说你在某个地方 它的定位的位置有没有影响 肯定会有影响啊 哎你定位在哪个位置 对吧 好 还有定位的准确性 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啊 定位准确 如果说你定位不准确 是不是有个偏差 他这个偏差也计算了 所以你要把偏差考虑进去 推荐这样的一个东西吗 不这样 所以你的时间会影响你最终签到的位置 好 那总的来说 我们特征呢 就这些 他提供了这些特征 那最后目标是什么 是不是目标就是你入住的这个位置 他以placeid去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他是以placeid记住了你这预测的目标 也说这里面比如说有很多个目标入住位置 对吧 比如说这里有个目标入住位置 这里有个入住位置 这现在画的不是人啊 而是这些入住位置 很多点 好 这里呢 先画一些点啊 我们画一点 那这些都是入住位置 是不是有一个编号吧 这是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当然我们不是以这个编号 对吧 他是以一串这样一个数字编号 每个位置 好 现在来了一个人 对吧 来了一个人在这里 好 他的定位在这里 他的偏差 定位的偏差 比如偏差一点 他本人在这里 他定位成这个地方了 那是不是你要去考虑这个偏差 然后推荐入住的位置吧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就这个时间 对吧 所以我们要确定一下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预测一个人的入住位置 所以我们要确定 我们的目标值和特征值 一定要确定 我们的目标值和特征值 特征值 我们可以用哪些 定位你的xy坐标 对吧 xy坐标 还有我们的什么 定位准确吧 定位准确 这是我们的准确性啊 还有我们的 时间 你这个定位的时间 是什么时间 好 那我们的目标值是什么 你的入住的位置的ID吧 入住 入住位置的ID 好 注意了 这个ID其实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分类问题吧 是不是一个分类问题 你的入住位置ID相当于是 一代表某个位置 代表某个酒店 或者二代表某个酒店 三代表某个酒店 是不是这样意思啊 所以我们当前问题是不是一个分类问题啊 那分类问题特征值已经找到了 目标值已经找到了 这是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算法去做了吧 那当然我们这其中肯定是有一些数据要进行处理的 好 那么这个第一步啊 我们确定了是一个分类问题 你的入住位置是一个ID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处理了 对吧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些处理 那这个处理呢 可以包含特征工程 也可以包含一些简单的处理 可以吧 那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数据呢 由于比较大啊 这个运行时间比较长 所以呢 我想把这个数据缩小一点 可不可以啊 主要是演示的时候啊 我演示的时候 你课下可以把这个数据呢 全部都用起来 那我这个数据缩小 假如说啊 我缩小可以按什么缩小 我是不是可以按整个 整个范围缩小吧 比如说我缩小这个范围之内 哎 比如说我缩小这个范围之内 可不可以啊 其他的我就不考虑了吧 可不可以不考虑 哎 那我这个地方可以根据xy 它的xy呢 是有一个值的 等一下我们可以打印出来 它既然是建立了10平方公里 对吧 它的x呢 是小于10 那大于0的啊 大于0的 这样一个范围 然后y呢 就所有人的坐标啊 所有人的坐标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xy给缩小一些 把这个范围缩小一些 然后去影视啊 那这个是为了缩短时间 对吧 数据量啊 由于这个数据量太大了 你自己下去用的时候 你可以去把所有数据都用上 啊 节省时间 那我去把这个呢 xy缩小一下 xy缩小 那这是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对吧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xy坐标定位准确性 那么时间 它这里面的时间是以什么时间产生 代表了是不是时间戳呀 那时间戳我们一般要进行处理吧 哎 时间戳要不要进行处理啊 时间戳需要进行处理 当然 进行处理 并不说必须得进行处理 一定要看你干嘛 看什么 看你最后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吧 如果我处理之后的效果还没有处理之前效果 好 那你要不要处理 没必要进行处理 啊 我们先就先处理 对吧 比如说那一般时间戳怎么去处理啊 怎么出来 是不是把它转换成年 年月日 就是转换成日期格是吧 年月日对吧 年月日 比如说周对吧 周或者十分秒 等一下我们会看对吧 看这个值啊十分秒等等等等 那把它转换成这样一个格式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我把这些日啊周啊可以单独拿出来 可不可以单独拿出来 哎 每个人他是在第几周或者在第几个小时 今天的第几个小时入住了 我是不是可以单独拿出来组合成一个新的特征啊 单做新的特征 可不可以给他单做新的特征 我把所有样本的啊这部分样本的年或者说日拿出来 单做一个新的特征放到我这个数据里面 那现在你的时间转还在我现在又加进了什么 加进了比如说日 再加一个特征 比如说时 时 然后再加个比如说这个周对吧 我是不是可以再增加一些特征 本身你的特征是不是比较少啊 我可以再增加一些特征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考虑的角度啊 可不可以啊 大家这一切的前提是在什么前提啊 还是强调那一点 我现在做的事情并不一定是对的 你要一定要根据你最后的结果来看 能理解吧 好 那这个是说你可以去把别的时间 你只加一个或者加两个 是不是都可以 最后还是要看结果怎么样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看结果啊 好 那十分秒 对吧 时间戳处理好了 比如说这个时间戳我是不是可以不要了吧 假如说不要了 我把它删除掉 就是你现在只有这个日时 对吧 周或者年 你也把它放进去 这你多增加了几个特征吧 好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等一下我们把数据打印出来再说 还有问题就是说这个入住位置啊 特别特别的多 那一般我们的类别是比较少了 比如说五个类别 十个类别 十几个类别 是不是已经算多了 那这里的类别呢 它的类别数量是非常多的啊 有几千几万个这样的类别 应该是几千几万 等一下我们打印看一下 几千几万个类别 那也是说你这个类别数量是不是太多了 太多会造成一个结果是什么 你的预测准确 是不是准确率会降低吧 那也说我可以这样去考虑 把一些入住位置 人数或者说签到位置 人数少于指定的 比如说少于指定人数的位置 指定人数的 签到啊 签到人数的入住位置 位置 删除 可不可以这样去操作 所以我的目的是 比如说你这个酒店对吧 这一年或者说这半年内只住了三个人 那我有必要去推荐这样的一个酒店 给他入住吗 或者求最近的时候 是不是我可以直接忽略吧 哎 你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考虑啊 当然我这只是我们这个角度考虑 你可以从其他的角度考虑 对吧 你只要去把这个特征改一改 目标就改一改 能理解吧 好 假如说我们就考虑这些东西 你可以去加别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数据呢 先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呢 有train test 我们已经给你们下载好了 昨天给你们传的那个数据 data里面就有这样的数据了 data下面有个叫fblocation 这里面呢就有train testcsv 对吧 那我们这里呢就直接先读了这个train 先读train了 那我们给他看一下这个train的大小 train.cfblocation 对吧 那这就是我们的train 一共的有有这么大吗 有这么大 好像记得好像没这么大 好 那就是说1.27g 所以我们为了这个演示时间 对吧 所以呢 我们把数据范围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 直接看结果 你可以把数据都用上 对吧 好 然后呢 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这里面的一个结构 好 那么这也看不了 等一下我们打印吧 等一下筛选一下数据范围打印一下 好那我们就直接读取这个train了啊 直接读取train 然后把这个数据分成测试集和训练集配方 首先我们先一起统一的进行处理 那我们要读取的就是fblocation 里面的train 好那我要读取这个 好 我们先把这个注释掉 那现在呢 首先我们把k进灵算法 给导入进来 from sklearn点 我们的neighbors 在我们的进灵对吧 进灵里面导入我们的kneighbors class 好 好我们定一个在那个函数 好假如说我定一个knn啊knnclsclassify 然后呢k进灵啊预测对吧预测你每个人啊入住位置 用户这个签到位置 他的数据基本上是签到位置对吧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地方都返回浪先 好 那我们调用一下knnclassify 那首先我们第一步 哎干什么啊 是不是读取数据啊 哎 那我们读取数据要用什么啊 pd读取吧 读取数据 对吧 接下来 哎 我可以先进行根据我们 刚才所理的那些步骤吧 你也可以改啊 你课下之后 你可以这个休息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些数据 这个步骤对吧 我这里分析的步骤 你可以改一些别的 对吧 你想怎么分析就怎么分析 最终结果就是准确率要提高就行了 好 那我们这里呢 比如说这个处理数据 对吧 处理数据 还有啊 那这里刚才我们没有包含特征工程吗 是不是特征工程也要加 刚才分析了 特征工程是一定要加进去的 特征工程 那主要是干嘛 标准化吧 好 等一下我们标 标准化这个特征工程先不做 然后看效果 然后再 做之后再看效果 好 首先读取数据 然后我们用Pandas 导入我们的Pandas Import一下Pandas SPD SPD 那我们读取数据 PD点 read read csv 我们在单前目录下 data目录下 fblocation 大写的fb fb 然后消息 loc 下面有一个train 我就直接获取train了 你可以直接读取csv c train.csv 然后我在这里返回 比如说叫data 这里面的数据都在data里面 对吧 我们先了 就先不做一些操作 我们先了 把这个数据先打印一下 获取一下 打印一下 这个data 点黑的 我们导人前十行来看一下 好 这个格式等一下再跳着嘛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上面没有运行的嘛 把这个注释掉 好吧 贡品关掉 这个贡品总耽误我这个效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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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把这个前十行打印出来 对吧 我们先简单看一下这个数据的组成 肉id呢 其实没有影响 其实它就是标记一个跟这个序列号差不多吧 哎 然后x就是你的定位的一个x坐标或者y坐标吧 就把它离成一个坐标 agency就是你定位进步精确是不是有个偏差吧 他自己都已经把数据准备好了 你就不用再改这个数据集 或者说这个数据到底什么意思 不用你管对吧 你只要用这个算法去输入进去进去就行了 好 这里面是个tine 对吧 这是个tine 这是你的时间戳 然后呢 place id是什么 是不是你预测的目标值啊 你看一下 你打印的前十行的目标值都不一样 对吧 所以我们的目标值是不是有点过多吧 哎 所以我们目标值肯定是要经过处理 如果不处理的话 你的准确率肯定是上不去的 因为你目标值是不是太多了 有可能这一个十平方公里里面的入住位置 或者签到位置是不是有可能有几千几万个 那这个预测的类别几千几万个 那肯定不太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目标值的数量给减少 等一下我们会讲怎么去减对吧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数据 这次打印了 那下次我就不打印去看了啊 那首先第一个 那我们要处理数据 我们就按照刚才我们理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第一个 由于我们数据量太大了 我想要捡成千对吧 我把这个数据呢 计算的时候数据缩小 那怎么去缩小这个数据啊 第一步 我们缩小数据的范围 我们按什么 按这个xy缩小可以吧 缩小数据 那么前面我们选择部分数据的时候 我这个棍皮还没看啊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 我从今再说一遍啊 这里面看到到吗 看到吧 那刚才我们打印出来这个肉id 对吧 这是一个序列号 对吧 没有影响 对吧 那xy就是你定位的一个 这个具体的xy做标 然后accuracy就是你的精确 定位的准确性 这个你不用管 对吧 他已经提供了这些数值 是有具体意义的 你不用知道这个54代表什么 13代表什么 对吧 是不用知道的 那time呢 是时间出 place id是你目标的入住位置 那你看一下 在这里你的入住位置 是不是都比较多吧 所以我们的入住位置 是不是要缩小一下 有一些入住位置 人数少的 对吧 就有三个人入住的 是不是就直接pass掉吧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说 怎么去去除这些入住位置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数据集的格式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按刚才的步骤 第一步 缩小数据 那么缩小数据 我是不是可以按照这个s 坐标 y坐标 去这样的一个特征去缩小 那我们之前 其实就是一个 查询的过程 那之前我们pd里面 查询或者说缩小数据集的 这样一个 api用什么 里面有哪些api可以用呢 我们可以用所以 也可以用其他的 那所以这里翻不翻面 不太翻面吧 对吧 所以肯定是不用所以 那pd里面有个这样 在data里面 data里面有这样一个query 之前有没有讲过 query 那么这个query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 跟你的这个sircle语句有点像 就相当于是个查询语句 那你里面传进去的 你现在要知道 有这样一个query 这个里面传什么呢 只要传字符串就行了 那字符串里面写什么呢 就是你的条件 比方说我accuracy 我可以accuracy 小于三 大于三 小于54 是不是一个条件 我可以把所有的样本 是小于54 大于3的样本 都拿出来吧 然后我再加些条件 y是小于多少 大于多少 x是小于多少 大于多少 placeid 小于多少 大于多少 time 小于多少 大于多少 是不是就可以通过 类似这种语条件 或者货条件 去进行筛选数据吧 好 那这就是query 那前面你讲的 这个是索引去查询 对吧 比如说我把索引 0到100的数据 给它查出来 是不是也可以用索引吧 对吧 好 这里我们就用一个query 去查询数据 那相当于是 查询数据筛选 比方说 我这里呢 就一个x 比方说我们的x呢 是大于 这里数字随便给一个 比如说是1.0 然后呢 如果你要同时满足一个条件的话 你要写上并起这样的一个条件 就相当于是一个语吧 语条件 那x呢 再小一个 比方说 我之前呢 已经是试过这个数字了 你可以改别的数字 看一下效果 对吧 当然你可以不改 把这数据 所有的数据都用起来 好 那x大于1.0 x小1.5 是不是就把这个范围 缩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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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了 已经是很小的数据集了 然后我再来把y 也缩小一点 对吧 y呢 我也带一个 比如说2.5 并且y呢 小一个2.75 我让这个xy 正好组成一个正方形 可以吧 正好是一个范围正方形 你可以改一下这里面的数据啊 你也可以把这数据全都读取了 好 范围啊 这个地方呢 我就用data去接收 那么这个data的内容 是不是比这个 原来的这里的data要小很多了吧 是不是小很多吧 来这里我就不打印这个值了啊 那小很多之后 我接下来的目的 就是要对data进行处理 那第二步 我们要进行什么处理啊 处理这个时间 对吧 处理时间的数据 这些时间的数据呢 处理 啊 刚才说了 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什么 这样一个年月一日 十分秒的形式 哎 我们先来看第一步 转换成这种年月十分秒 用什么 PD里面有个什么 函数 PD里面 有个to data time啊 data time 这个前面应该是有的啊 前面讲了时间的话 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to data time 这样的一个函数 如果你不知道 对吧 现在我也跟你讲了 有这样的一个to data time 那这里呢 我也给出了to data time呢 就是可以去把你的时间戳 首先时间戳转换成一个什么 时间年月日这种形式 对吧 我们先来 把这呢 调整到这里 PD点 注意了 这个to data time 不是在data下面的 不是在data 这个data是一个什么格式 data frame data frame里面有个query 注意了 一些索引啊 分组啊 或者这个切片操作啊 是不是都在data frame里面 啊 PD点 to data time 好 只要传进去你的data里面呢 你要把哪一个转成时间 是不是把time转换 不是所有的吧 哎 记住 你是要把data里面的time 转换成 那默认 你有一个单位 你可以进去看一下 你可以转换成单位呢 我们看一下后面的这个例子啊 这里面有unit unit是意思啊 你默认转换的最小单位 你可以是秒 也可以是那秒 是不是可以啊 哎 你可以看到这个参数啊 API里面有一些参数 它的e 可以转成秒啊 所以我们这里就按默认了 就按秒就行了 unit等于啊 按秒转换 好 这里注意了 你能不能用data去接收啊 不能吗 你用另外一个 比如说叫time value 这个time value 是不是只有time 这一个值吧 好 在这里呢 我还是吧 把这个结效果呢 先演示 打印出来吧 这一步步的这个效果看出来 这个time value是什么格式 对吧 好 我们呢 直接运行 这个结果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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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到屏幕啊 能看到吧 那看一下这个结果 哎 你前面打印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是你具体的一个时间的 初变成了一个时间的一个形式 当然他这里是自己造的一个数据 对吧 所以默认都是1970年1月1号 1月10号 1月5号 对吧 然后几点几分几秒 是不是都有了 好 那么这个东西 我现在要干嘛 是把这里面的特征构造一些吧 我多增加一些特征吧 构造一些特征 我们刚才说了 构造一些特征 我是不是在这里面 我可以增加一些年月日十分秒进去吧 那我们这里增加不是乱增加的 看一下 你的年和月是不是都一样啊 是不是都是这个月 都是这年吧 所以你要不要把这个特征 当做你这个最终测试的这个特征啊 不用吧 哎 一样的 我就不去获取了 那十分秒啊 等等 或者说这个周对吧 我都可以去获取 那这里面 我们要讲了 time value 能够去获取这里面的年月十分秒吗 不能单独去获取 因为你要构造特征是什么 把所有样本的日期 比如说天数啊 这个哪一天 是不是所有样本哪一天 把它当做一个特征放进去吧 所以你要获取time value里面什么 比如说day 或者比如说秒 是不是单独单独一个特征 放到这个data里面 是放到这个data里面 哎呀 所以那我们data 构造特征是怎么构造 其实就相当于是多增加一列数据吧 怎么增加 其实就这样 我直接data 你哪一数据里面的d 等于什么 对于你某个里面的d就行了吧 当然你的数据的大小 比如是一样啊 如果你这里有一百个样本 data里面本身是一千个样本 你这里面加信率是一百个样 不匹配是不是不一样啊 所以这些匹配当然我们的time value 跟这个data大小的样本 是不是一样的吧 哎 只是从这里面拿出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目的是先把time value 转换成一个可以获取 day 可以获取这个month 或者是可以获取这个week data 这样的一个参数 那怎么就获取呢 这里我们把 把日期 日期格式转换成 我们的这个字典格式 这里面还是要用到pd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参数 现在您知道这样的一个参数 data time index 这个就是把你的这个时间戳的 时间的年月日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转换成一个字典数据 等一下我们会可以获取这里面的字典数据 好 那pd pd点 data time index 好 只要传进去time value就行了 time value time value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格式啊 他就把这些东西 每一行每一行都转换成这样的一个类似点格式 所以我返回一个 还是用time value去接收 好 那现在这个time value 它就是一个字典 我就可以获取里面的什么 十分秒可以单独获取了 我们可以进去这个api里面啊 如果你不知道对吧 我带你去看一下这里面的api 在这里 你一旦或许通过这个转变之后 你就可以获取这些属性了 当然是根据你unit 这等于秒 等于那秒 是不是有那些吧 你可以获取time value里面的什么 year 你获取time value里面的month time value里面的day over minute second weekday week 是不是都可以获取啊 这里面你都可以获取啊 所以我们这个time value 它是一个字典的格式 你把data time 转自点格式 你就可以获取time value里面的 比如说我们就以day 举例子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day啊 我把所有样本的day 构造成一个新的特征 加入到data里面吧 注意了 这个data是不是缩小数据之后的data 哎 好 那接下来我再增加一些特征 这个是根据你自己随便去增加 对吧 你增加就行了 你增加一些 我增加一些就可以 假如说我们再把这个weekday啊 把这个weekday啊 或者over都给增加进去 对吧 over over 对吧 你具体的在这个哪个小时 over增加进去 等于tine value点 over 你理解吧 好 现在啊 我再增加一个特征 比如说我在data里面取这个特征 叫weekday 等于tine value点啊 就weekday 这个地方weekday 好 现在我是不是把data里面 多增加了三个特征 然后我先把tine给删除吧 可不可以把tine删除先 对吧 我把就原来的时间戳 把你可以在后面删除 也可以对吧 时间戳 时间戳 特征删除了 我不要这个了 删除 好 那时间戳删除某个特征 怎么删除 data点 删除特征的 怎么删除 是不是drop就行了吗 前面讲过这个啊 drop某个特征 我们要删除的这个特征 一定要指定好了 你是什么特征要删除的 那你怎么写 东西啊 drop里面怎么去写啊 你应该是指定的哪一个特征吗 那你是怎么形式写的 是data这个tine 这里面是以tine形式的啊 哎 还是直接写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这个列表 这样的一个tine 这样去写啊 怎么写啊 哎 我们看一下 他这里面说了 这个label 对吧 这个label single label or least like 其实就是一个标签 你的这个特征标签名字就行了吧 哎 你只要把这个tine传进去 是不是把tine删掉了 好 注意了 你是按行删除 还是按列删除 肯定是按列吧 那所以这个地方 ss 按什么 ss等于多少 sis等于 0还是1 昨天我们在塞个论当中 这个 列是什么 0是吧 在这里啊 这个列是1啊 注意了 pandas跟塞个论还不一样 所以你不要被坑了 对吧 这个地方是1 表示列 这你要记住啊 或者拿个笔记记一下 对吧 塞个论 你也怎么表示的 好 删除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可以了吧 是我们data 就是把这个删除之后 data本身自己是不是就 没有 看 但是注意了 在pd里面 你每一步操作 是不是都有返回值 哎 一定要注意到 你的data 这个data是没有了 碳之后的data吧 哎 我们可以先把它打印 对吧 打印好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下课休息一下 啊 我们让它先运行着 把这个data打印好 好 我们直接运行 好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